謝謝局長 我相信 因為我們基隆是目標的目標 要對付核災食物的檢驗是有困難的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像剛才市長說的 中共如果怎麼樣我當然 你副俄市長說也是這樣去走 但是全國公廷會已經頒布高雄 高雄 台南 嘉義 芬林 陶芬新北市 台北市 再來挑過基隆現在去 我相信大家都反對 基隆應該有我們騎在老北市的立場 要有我們的作為 別人賣 我們現在是要等我們買還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要很明確 讓我們基隆市的市民有安心的地方 雖然不來聽老北市有告知的權利啊 你不來跟我們說 你如果說可以我們都可以 不可能這樣做 尤其是本黨 市民黨也發佈 堅決反對 我們中央也發佈 反對的就是說 我不是反對你日本的東西不可以 在暗部就班 不能急救人 三天說說就要過 這是不符合現代的公平正義 你中央這樣做 我們在那裡要有聲音來反對 所以我在這裡很簡單 就是說百元市我們不用管 何宅市 我們基隆要去招 所以我是認為說 第一 我們沒有告知的權利 第二 你的程序 不用那麼急 因為老北市要是按部就班 你如果一步一步來 讓我們了解更清楚 我相信老北市都會急急 像正確 剛才市長說的 你說 這個 市政大樓要去的 我沒有反對 我是提供說 你以前要注意 第二 這塊地 你如果交通事業用地 八道高的地方 你若是不會去市長大樓 還有城市轉運站 放那裡也不錯 我的目的是這樣 這個 何宅市務 全國 不用管理 基隆資的立場是怎樣 這是我的目的 因為要讓老北市有一個安心的地方 你要來不來 我基隆是不會給你 來 我剛才表明很清楚 尤其說 本總團堅持 市政府 何宅市務 不要來基隆 市政府你有這個角色 為什麼說 不要來 因為你說 不清別 老北市會怕 國家會怕 剛才有的新國 沒有很標題 說 何宅市務 會影響 這幫你報紙上 跟專業上 聽起來 何宅市務 接下來了 會留犯白血症 有 治癌 有 感情的機會 我們何必要去看這個欠 中央這麼近三天 就要改變事情 我們不可能對他這樣走 所以我很簡單 要聽市長 何宅市務 多人要起床嗎 如果要起床 是不是我們的食品 管理 知識條例 來他修改 這麼簡單的兩個目的 市長 你答不出 好 謝謝莊議員 我想 中央的政策怎麼樣 待中央決定之後再說 不過 我想 人民 或者說 我們還是要就一個理性 科學的一個角度 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想第一個 沒有人 沒有人會同意說 核災的食物進來台灣 所以我想 這是第一點 必須要澄清 或者必須要說明 就是說 那個點 可能不是在這邊 核災的食物 或者核災的食品 不會有人要讓它進來 因為進來 第一個 它根本就進不來 它不可能符合 我們相關科學的要求 跟標準 所以不可能會有核災 或者所謂的 輻射的食品 進來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看這個議題 其實現在是在討論說 日本的食品怎麼樣去進口 日本的進口 要進口到台灣的這個食品 怎麼樣去管制 我剛剛有講就是說 福島 這個核災的這個縣 福島縣 它在現在的規定 就是說還是一樣 維持所有 禁止 所有的食品的一個進口 那 現在在討論的 應該是 一些所謂的 包括支撐、荔木 或者說群馬、千葉 等等其他的一個地方 的一個 這一個 它的怎麼樣 怎麼樣處理 它這個日本的一個 食品的一個進口 的相關的一個規範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都還在討論當中 那我想這部分 也應該多多讓這個民意 也多多讓這個市民的一個聲音 能夠出來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說 科學 還有這個理性的一個討論 所以其實我並不反對 大家多多的去討論 或者說這個 甚至在我們基隆 開公聽會 這個我想這個都是樂觀其成 不過就是說 可能不要把它直接簡化為說 核災或者輻射食品 要進到台灣來 這是不可能的 我想我個人也不會去同意 說核災食品或者輻射食品 要進來台灣 甚至進到基隆 我想這沒有人 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 謝謝 請就指定你有說到說 因為核災食品 胡適尹 你也反對來台灣 我們既然是標示 不然我們堅持的決心 我們三個分別 你來給我們堅定一下 給大家堅定一下 核災食品 基隆不要 給大家看一下 一位 為我們要問你 等於是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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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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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今天的播出 蔡總統正硯拍板定案老舊住宅更新 內斗內施四千元 哇 這是非常好 我們既然是剛才出現了這個都根科 市長你報告 都根科的價位和進度 要做什麼東西 議長 各位一座 有關都根科成立之後 大概分兩件事情 一個是他們自己承辦的業務人員所做的事情 跟相關委辦的做的事情 這樣跟大家報告 第一件事情是大家也都知道 這次會期其實也有問到就是說 我們跟中央去要基隆的公辦都市更新的辦公室的資源 目前正在審查 未來有這個資源的話 就會對規劃設計跟相關東西可以去做 這主要是因為目前的人員的專業跟人員的數目跟規模 其實議員也有講過 不足嘛 你如果要做長期規劃 那個公辦的部分是沒有 然後中央其實 蔡總統他們的政策裡面 未來也會長期 在部分也會有一個公辦都根的機構 目前是朝行政法人的方向去做 未來這個就可以勾集 那所以中央的資源跟中央的人才 這部分我們就可以串流跟相關的部分 然後他的決策的過程 因為如果是公辦都根 有涉及公有土地 這部分就會去做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積極爭取去做 再來是民間在辦都市更新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都市更新大概有幾件事情是關鍵 一個是權力變換 怎麼權力變換的規則 另外一件事情是這個過程審議的部分效率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是在獎勵的時候 對獎勵的規則可不可以比較清楚 然後大家可以知道 第四件事情是都根其實法令其實很複雜 剛開始要辦都根的人不太理解法令 只要法令的部分的一般的誤解或看法的話 其實就會因為十個二十個 兩百三百個就會很亂 那很亂的其實推動是更困難 所以這個法令的部分也都是大概會碰到 而這五件事情我們同時都在做 那我目前正在做的其實是這個法令的部分的一些規則上面的一些程序 跟相關部分再去做 那劃定更新地區我們初步的草案已經出來了 這跟一座報告 那未來我們已經爭取了營建署的案子 那未來如果民眾對法令的部分不清楚 其實只要十到十五人大家願意的話 我們就去告訴他自辦都根的部分 他應該怎麼樣去做 那以上做緊要的報告 謝謝 謝謝處長 我對你的專業能力沒有話講 因為你也很榮幸 尤其是今天說到都根 你跟上級的配合都在做 但是我現在要說就是說 總統今天已經這個政策的執行就是說 拍板定案老舊住宅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他剛才都沒有說到說 剛才科學要推動的 大概就是說車頭這個 我告訴你車頭這是不行的 那十幾號你就沒辦法 在那裡我也給市長藏過 如果是不行 那這樣公車廠中 來如果散掉 便宜換人家 那個土地 把他瘀在做地還是停車庭 像這兩千五百會以上 就改割旗洋車頭所有的停車 這是剛才主理要去注意的 因為你剛才不會行 公辦不會行 現你的土地 你也要去推動去執行 因為那個土地便便 你如果瘀兩層的停車庭 你說那民眾多少 你瘀三層的更多 另外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這個都更的問題 因為安樂一齊國宅 三四十年來 公辦不會行 整個 整個都清晰去也不會行 總統已經很明確 他有說到說 這句很成熟的時段 成熟什麼時段 第一個 他老舊社區 第二個 議員百分之百 這是川總統最輸給的 像這塊八文幾百在都更的 你應該去做 再來 你政府 要協助 要協助 因為 實施者 跟全力變換 這兩個最關鍵的所在 你如果沒辦法 用政府 公部門的 去給他輔導 跟介入 是永遠不行 你如果要先騎在 我的全力變換 我都三十平 你想要六十平給我 他就是要等 就是要賺錢 但是要賺錢 你如果真的民間的要介入 他也會怕 所以 副總統最重要的是說 政府 你要去協助 要去輔導 這樣才有辦法 有機會 讓我們基隆市 委員會的國宅 是我們政府去的 再來 他的條件非常好 那國宅 我不會騙 這五六百 再來他的地段 公家廟 不是你自己說過 陳上辰賣多少 他那是比陳上辰 條件更好 因為他是平面 他比陳上辰 還好啊 但是人家的私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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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路發堂行程 安樂一起 你應該用心來放在這裡 不然你剛才說 老拜 會對我去 用心啦 因為你辦沒半行啊 我成立一個 最常在市場不夠 所以我在這裡 是建議說 安樂 國宅一起的 你要比較用心的 剛才開業今天 總統的老舊住宅更新 會推動 可以在市場的進來 把安樂 一起國宅 有一個 這個 這個籌備會的成立 可以成行 因為你成立 都根科 另外你還把 都市更新 在中央 有途中五年的 辦公室的計位 你要推動 你要目標 我剛才問你目標 你是稍微帶到公車頭 其他你都不敢說 老百姓的最愛 是這種 所以我在這裡 對 都市更新 對安樂一起國宅 希望國宅 你比較用心 尤其是有 都根科 只能對 總統的 這個政權 來推動 安樂 國宅 可以改變 也是改變我們家人市 不是只有安樂區 也不是只有 三民地 所以 驚問 都根科 可以 比較用心的 把安樂一起國宅 的這個 都根界尾 的成形 這樣對 老百姓才有交代 另外 現在 今天 那邊路大方 都放山第二 淹水 放山 很嚴重 啊 我是說 公務處 也很辛苦 像國洋 對面 放兩次了 都是公務處 隨機 處理處理 還等下 這是有兩個問題 出的 第一個 管理的問題 有什麼這個土地 包括 修理人 包括公家的 政府你都沒有盡用心去管理 再說 廠方處 尤其是公家的手 公部門的土地 你看看 人家有這麼多 我有財產 這麼多 但是我生了一句 我會改進 我馬上處理 那個處理 都公務處 去拼拼 途途的改變 第二 我們的政策 沒有推動 我為什麼要怎麼說 無人家的淹水 一年裡面他們兩次 又是在高地 可以淹水 跟議長院東山區 過去一樣 最多的地方 還有淹水 那個基金 那個無人家 那些都 商店街 為什麼淹水 很簡單 我剛才說的 你沒有去改變 我們的火輪溪的斷面 上頭比較高 來到消防市那邊 比較低 但是這個事情 淹水之後 拼拼之後 都沒有進度 應該是說 這個問題發生在哪裡 我們要來改變 為什麼讓它 不能 有免過淹水的地方 所以我是要聽我說 公務處理先 改正 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上頭 比較大 會比較小 它又是一個彎道 你無人家 那過期的改變 不對就不對 現行就現行 兩邊的淹水 一年裡面淹水 讓我買出 孫子那麼多 政府應該說 我現在要改變什麼 就是要改變 加寬 加大 加深 還是說 我有另外一個分流的方案 因為包括 台湖兩間駕駛裡面也有淹水 那最多的地方都淹水 問題就是 這個欺負的問題 無論欺負的問題 因為你保障 到底有什麼方法 幫它做改變 張主長 你報告一下 議長好 謝謝莊議員的指教 有關於大五輪吸淹水的問題的話 因為這個案子 最早我們有跟水利署有爭取過 所以整個整治的部分 目前是符合我們的 防洪的保護標準 就是10年的標準 然後25年的不議題 所以這個標準是達到的 只是說 現在因為天候比較劇烈的變化 大概有一些集中降雨 短延時強降雨的部分 所以造成局部還有一些排水不良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也在思考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 全市的雨水下雨道的GIS的調查 我們會把所有的斷面調查出來 然後針對一些癥結點的部分 我們大概會透過工程的手段 或非工程的手段來處理 然後主線的部分 就是莊議員提到的大五輪吸的部分 這部分就涉及到可能 我們原來的規劃案要重新去檢討 因為你想要解彎取值 要幹嘛的話 因為涉及到一些用地 還有一些路線性的改變 這部分我們也跟水利署那邊 來爭取預算 我們預計大概明年開始 明年以後 開始會啟動整個檢討修正的作業 以上 如果要靠中央的預算 不一定是他的支持 因為你的界尾如果沒有很安靜 沒辦法解決問題 在這裡 現在 無論家的事情 你真正不要去工業區裡面 你有承諾 不要說承諾 你有去看過 看說要怎麼去改變 就是說 無論家的上游 跟原山分子鋒一樣 另外分流很多洩洪道出去 是不是如果是這樣 又加強我剛才說的 無論家的家 官家大家生 共同 來做分流 這樣我看要用水的機會 也很少 你如果說要 預計 說 保餘量很多 那應該也不是 應該要推遲的責任 應該說 我兩百年的防洪計畫做不到 我做三百年的 你做多久 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 我簡單要問 取決說 你對無論家的爆炸 的化法 我剛才說的 你對丁塔 無論是上游 想要做分洪 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做得到 市長 好 謝謝莊議員的關心 好 現在 全國防洪頻率做到最高的 應該是基隆核整治 那個是做到兩百年的一個防洪頻率 那 如同剛剛我們張處長所說的 這個因為 這個水利的工程說實在 經費耗費的都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會 中央會依據不同的一個河川 比如說它是主要河川 或者說區域排水等等 不同的一個使用的功能 來做相關的防洪的計畫 那基隆一路這個地方 說實在 我們市政府也非常的關心 那有一些 這個短期的措施其實我們都做了 那前陣子的這個 其實是還不到淹水 就是它還離那個提案的還有幾十公分 那我也去到現場去看 那那一天的淹水基本上還不是主流 主流的問題 是旁邊 就是我們很多的住宅 其實違建加蓋 把後面本來的水路截斷 那所以後面的山坡地的這個降雨下來之後 全部集中到小巷子裡面 然後這個排出來 那有一些排不出來的就 有溢到那個這個民眾的這個家戶裡面 那甚至有一些民眾是把他的違建 蓋在原本的水溝上 所以後來那個水也從家裡面 就是直接從那個這個泄水的地方直接冒出來 這個大概是那一天的狀況 不過那一天其實比較大的 對我們來講比較大的一個威脅是什麼 是那一天的降雨量實在太大 特別是在金山的地區 大概降下來是歷史 好像一個小時 它總共降雨量好像短短一兩天之內 降了五百公里 那我們金融市這邊就是在 一兩個鐘頭裡面應該是降了一百多公里 所以它瞬間的那個雨量 說實在是非常非常大 那不過它只要它雨燒些 那個整個的一個水位或者排水 其實就整個都很順暢的排走 所以這一部分 莊議員剛剛所提示所提醒的 下游的部分是不是要加寬 是不是要加深 我想這部分我們公務處會積極的來處理 那至於整個河面的斷面 這個是不是要拓寬 是不是也讓我們 因為那個設計的經費真的非常龐大 那這個水利署也是全管的一個機關 那我們會把這樣的意見 來跟水利署反應 來做進一步看是不是有改善的一個可能 謝謝 因為市長那天我也去兩座 你對我給他去 你都很快就去 公務處長我叫他說 莫達載兩人 科長也不去 那個商家說 你要把我 莫達載給丟 但是這不是改善的問題 這是 林氏的你剛才說要改善的那個時候 我的意思是 我們怎麼去改變他的這個分農 就是你說 道文公園去頂頭是要做分農 或是說這個加大要快去做 他老百姓還是民生問題 他要安全 吃的要安全 肚子要安全 肚子要安全 現在肚子也有問題了 基金一二三樓 拜六禮拜是決定開車 這大家都知道 那是說說這麼久來 為什麼 都沒有去改善說 要另外開一條樓 市長這條你不要搭 這條要叫秘書長來搭 問你 之前也是你整個月 三個月也是都你了 啊你還整個月說 有沒有一個李頂 我那時候開話也說 李頂反對你來講嘛 是李頂反對啊 你要講出來 啊你都要做好人 我們 市長這段有一個賣的家 大家都要做好人 啊東西都不敢當 穿一個眼鏡 贏贏贏贏贏贏 那要是說 那要是說 你跟我說不對就不對 所以 我為什麼要叫你秘書長 因為這條頭到尾都你 整個月你都 你做公務處長都你協調 你也有現場 你也有現場 你也要 你五個月去六個月啊 啊我現在 我們七個議員這樣 你叫我去就去 結果我都沒有去 不可以這樣做啊 我現在要做就是說 紀念紀念 他三個在這裡這麼嚴重 是不是一樣要做分流 要再另外一條 那條不通開另外八條 甚至是有本會的動情說 沒有理由 讓你有路面來做改善 不能經常放在那裡 跟鹽水家說 我要來賺錢還是我要來做 這樣對不起老百姓 這是良心事業 所以我在這裡 要聽秘書長 你最了解嘛 因為市長 接近一兩年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在這裡 他也不敢去啊 他去旁邊啊 朝行程都要拿早去啦 所以我聽秘書長 你怎麼回答 幾人在那裡 二三樓 有什麼改變方法 還是要再放在現狀 是怎麼回答 秘書長 你怎麼回答 主席還有謝謝莊言的指教 我想剛剛莊言所談的 基金二三路那邊 本來原來我們預計想是說 從另外開一個所謂的外環道路 那莊言也知道就是說 這個外環道路 因為如果從我們 62號道路這邊下來的話 那那邊會變成是五叉路口 那五叉路口 現在四叉路口都已經很嚴重 所以會變成五叉路口 那所以我們後來在加油站那邊 另外希望能夠有個 另外一個支線走 那這個不因為 實在是當地的 每個民意代表 包括里長都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我們也曾經從想 從二零八想 就是請了我另外道路那邊 另外有道路 然後能夠來銜界 不過這些整個 所有的替檢方案 評估的結果 那除了我們現在原來知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原來在規劃那個路線 還算可惜 因為我其實我上任的時候 本來他那個四叉路口 是規劃成五叉路口 那我上任公務處黨的時候 我曾經再把它做一個調整 那調整完以後也做過相關的一個說明會 那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要整個 針對整個道路的系統再重新再做評估 那最近其實 家裡處也有想過說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中央的分割島把它 就是拿掉 那可是這個中央分割島 如果要拿掉的話 也不會像我們大家想的那麼容易 因為中央分割島 目前有些管線有些的那個 通通要去做重新的一個規劃 所以這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交理處 會就整個交通的系統 再做一個詳實的一個評估 以上 譬如說你最了解 你也是說這樣 我是這個月 議題我差不多大家的月期 我都會說 希望你後的月期 可以有好的幾月 看法還是改變 我剛才也很簡單 現在現有路面來改善也是一種辦法 我一定要這樣分一條分流 車不通 不然你也要停車位了 超理處 雞郎市 北區我不跟你說 安樂區欠車位是很多 但是很多空地 你都沒有去利用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 六十二 九腳 已經空在那兩年完 日本也有去清除 為什麼清除不來 不管什麼名義代表 市政府你要去推動 譬如說會調查 跟國稅局頭前 這個庭廣用地 超理處長 你簡單的答案 有什麼改變 或是有什麼實成功 我要把它拿起來 因為超理處 雖然是這個頭前 你說要開兩三用 不行 不可以用利益來分析 是做起來 有辦法改變 然後變成 停車的方便 這是最重要 所以我要問 李處長 平二高 六二橋道 六十二橋下 那個停車場 有辦法取得嗎 當時有辦法取得 雖然處這個 停管用地 當時有辦法想要去做 你如果 沒辦法到法庭上 有辦法把這個停管改變 因為你現在這個廊台 有準備要去做 但是平面停幾十隻而已 你如果把它摸下去 上面說要花一兩元 你不敢 信義區 花四五元 花五來月 你也是花下去 只要可以做成 我們的交通方便 這都是好的 所以李處長 你簡單對這兩個實成 還是說 你有什麼奉用 跟價位做 主席好 跟莊銀座報告 就是有關這個 消防局前面應該是 北二高應該是北二高下 不是台六二 我的記憶是這樣 那那塊地的話 我們已經有跟 高速公共局有爭取過 而且爭取了蠻多次 但是他們的自己的 財產使用辦法 是說可以租給我們 但是不准 我們去做一些委外的動作 但是這個就是很麻煩 因為委外的時候 我們勢必我們沒有人 沒有人去管 我們勢必是一定 用委外的方式 那所以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不准租給我們 那他是要他自己租出去 那這部分的話 即使我們沒辦法租的話 我們想說也儘快的促成 他去達成這個目的 這部分我們會立即來做 那第二個是 稅先處前面的那塊地 稅先處前面的那塊地 因為它的 其實它基地不是很大 那如果要做立體停車場的時候 事實上扣掉車道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幾個位置 所以它有它的困難點 所以它的 不是很夠 如果當初是 稅先局在興建的時候 一起規劃的時候 在下面的時候 那那個是夠大的 那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是因為現在 稅先局已經做好了 你不可能再去重挖 那所以 那單純就那塊地的話 其實它的負力是不是很大 以上 我是希望這樣 你不要搞 這個消防區 這個 136月 就有辦法幫它 用49萬 幫它做來 讓老百姓去經 你看看都慢慢慢慢 我一個朋友 還要去做 自己這幾個 排八個多月還要排到 要是需求量很多 所以我從比照 這個 這個高公主 給它做的 給老百姓 市長說過了 請補學中 你改衣 你就要去改 環遊時間 如果沒那麼多 因為 路又通 車可以停 就是要預熱愛運動 你聽一下 我要請問市長 你政策裡面有一個 大五人第二高 就是蕭陽城那個橋下 要做一個 大五人生理運動公園 這個 極限運動場 我聽到很高興 這是我一直提供 因為當初我在那裡做小巨蛋 張總統市長也去看過去 去規劃過 十幾個 還把土地提出 我先問教育主 現在土地是不是我們的 因為我看到你這個案子非常好 因為第一個 中層看 本來有一個運動場 你聽一下 我剛才說過 當初我在做小巨蛋 要把台北市 有一些換檔帶動來 因為別二高 中山高近 所以那時候 張市長非常支持 也開很多百貨 也幾個月出來 十幾個月 結果沒有一個 還是民意代表的 款式 所以這間 見解不一樣 但是 沒有開小巨蛋 你做極限運動場 我也很高興 因為這個 比較新一千錢的運動 表示市長 你這兩年來 都是你走在 這個義師帶的前面 我剛才說 有人說好 也有人說不要 但是我們好的 要幫你推動 但要改善的你也 你有說要做這個運動 中層 我一天覺得很好 但你的價位 我又聽話 就是大五輪 簡單說就好了 謝謝專議員 我想 地方上 還有明代 還有 很多的這些團體 大家的意見 基本上是還蠻一致的 就是 因為大五輪那個地區 新山水庫前面 現在本來就很多的民眾 尤其是我們安樂區 人口非常眾多 那地方環境也非常好 所以一個森林公園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就是 這個設施不一定要很多 但是 把這個整個的一個 森林公園的一個概念 把它帶進來 讓環境可以變得更好 第二個其實這個也是 希望能夠整合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的棒球場 第二個是我們的消防局 在這個地方 那本來消防局前面就是一個 環境教育的一個場所 那這個能夠把它結合進來 第三個是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極限運動場的這樣的一個設施 讓這個地方能夠功能更加的一個完整 那剛剛這個專員 也特別提到62號橋下這個地方的 是不是能夠有停車的一個空間 說實在我們 也心裡面也是這樣子想 也透過這個計畫 把它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然後再來跟中央來做爭取 以上謝謝 這個運動場 除了你說這裡的規劃以外 還有一個最好的單位 就是自來水 他在四點半就開了外面 讓人去運動 照明設備也都能提供 我來可以做一個球 再來這邊 所以這個大環境 那些空間裡面 房間後面 等我處理是更大 所以我是說實程要加快 讓老百姓可以看到你這個政策 再來我要來講青年府 外幕山 河濱島 其實自他們接管之後 真的有去做 也有去導臨 今年又一千五百幾萬 他做吊橋的整修和步道的整修 他的電燃和地下化 是很好 但是一個檔 教理處 你一年才會開幾百萬 你都是電話 公共的 比如說都讓他們去主導 市政府不知道 老百姓也不知道 因為最近有一個很正義的停車場 大家看法的認同不一樣 他要做 他上頭的停車場 砲台上頭 要做停車場 還要做咖啡 聽 不是咖啡 要買咖啡的地方 還要給油淩車的地方 我們是去說 你要活用嘛 你平時沒有油淩車來 你每次都要放那種 你開放 卸打 所以你缺少溝通 所以我是建議說 像這種的 人在外面 有在導致 有在開設 有在建設 市政府你要了解 讓老百姓 讓地方的名義代表 我也可以配合 你市政府說 選土讓老百姓 你知道嗎 像這次說 停車場多久會好 但是他們這次解的 不是我們的訴求 我剛才說 不是說 油淩車如果禮拜 是客晚 停到會兒去世代 問題是平時 沒有人 你停油淩車的圍 怎麼不需要開放 讓世代去停 這是活用 他才給你建議 是說 最好你是三個月 跟白關主 整個月 整個月 讓他們了解 他的進度 不過我們都老百姓 不知道 另外 外木山 沙灘 你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叫他們更快去建設 那不可以收水的 這麼多人去算 安全問題 不是說 會幾點鐘 請救生員 在那裡 所以我是說 白關主的問題 你希望 我們三個月 開一百個月 可以讓民意代表 讓我們議會了解 所以有一點時間 我對主來自於 跟阿蘇共需一部分 因為老百姓 如果要蓋個主來自於 或是說要蓋個阿蘇 所有的錢 都要老百姓去出 政府站在老百姓的地方 應該要替老百姓 說 教會道路 你要去蓋這個合理 公部門的 你要去做也合理 說我接著來講的 老百姓來出 緊張也是合理 所以請求這種 無合理的市長 你是主來出的當事 當然當事 阿蘇共需是為了 獨裁的事業 他說的你不聽 要討論 他又是輔導會 我們都管理不到 所以這兩個事業的事業 我是建議說 市長只有你為了 有辦法跟他談判 更建議 讓他用我們的道路 還要把我們收集 無合理的 教會道路 應該他要去出 他要去看 最好 來補門 這樣讓我們老百姓來 所以我是建議市長 這兩個事業單位 你應該要去進出 感謝大家 好 時間到 休息十分鐘 為了 慈慎 排斥 人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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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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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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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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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张科长 应该也是从我们苏处长 您从宜兰县政府带来基隆福德吧 张科长 我宜兰 来我们家人来服务 人身地不熟 跟地方的民代 地方人士 都没识勢 只因为跟着苏处长 你到基隆市政府 来占这个科长的缺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来影响 他的前途还犯了法 我们这张科长 到了地检署 重情重义 服从听话的性格 展现无遗 一间扛起所有的责任 张科长还表示说 他没实在考生 也没有长官官说 到这一块钱怎么办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认识考生 也没有长官官说 自己跑去创改考卷及成绩 可能吗 我们检察官 也深感同情 以伪造文书 的一个罪 的一个罪来起诉 财定20万来交保 那我们当时 这个张科长的太太 对宜蘭 来嫁人 到处张罗不到钱 只好赶回宜蘭 再筹筹这个保释金 一直筋筋筋筋 筋十万块而已 张太太就很无奈的 到地检署 像承办这个检察官 苦苦的爱求 检察官对他这个处境 也是深感同情 最后是以十万元来交保 那张科长因此 在看守所 多待了八个小时 试问 试问 试问一个在基隆 人身地不守的科长 连这个交保金 都筹不出来的人 他怎么会帮 这么大的忙呢 不只是帮忙 还犯了法 我想 表示他 一定承受很大的压力 本席相信 他绝对是一个好下属 服从长官 交代他办事的长官 遇到事情的态度是 超完美切割 道义放两旁 利益摆中间 好坏 好坏 好坏这个保释金 也帮忙一下 派个人到地检署 关心一下 人家最基本的道义 都不行 对待这么中心的一个部署 本席真的是 我是局外人 我看的都很心寒 针对这件事情 林市长 您第一时间 你是当机立断 认为临选过程 的确是有瑕疵 才是该按废纸 并依法来查办 追究相关的责任 一步 勿往勿重 大义灭亲信 广发这个赖 还将这个一则影域 好像是什么蓝蓝蓝颖的 什么议员 推荐施压的报道 到处这个整个散播 来一个超完美的一个切割 林市长 你真的 你真不愧是民进党 这个中央党部出身的 这个大内高手 不管这个弊案 向上发展到何种程度 跟林市长 你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我本期觉得 你第一时间最重要的 是要解决 这个我们张科长 这个燃美之急 让一个心急如粉 在基隆人生地不守的张太太 面对筹不到这个 保释金的一个窘境 他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会有什么事 这听从哪几位长官的压力 做下这种蠢事 只能够无语问昌天 本期真的是为这些 忠心的事务官 感到非常不止 本期要利用这个时间 本期只选这个时间 替这些默默做事的 这些事务官 基层的事务官 说句公道话 市长 以前你说 要用自己的人 用自己的人 但是本时就觉得 你又想要虚名 一副用人为才 上网真才 提供考试平台 一副公平 公正 公开 表面上要增加年轻人 回基隆的一个就业机会 但是骨子里 还是用自己的人 你聘请这什么天下杂志 民调中心的这个 我们吴处长 还担任这个社会处长 不管他是不是专才 但是我知道 他是民调高手 他可以将林市长 你的这个民调 往前迈进 但是林市长 他们都去外地找人才 不要独厚天下 跟这个远见两个媒体 我们要照顾一下 我们在地的媒体朋友 我们在地的媒体朋友 对你不错 在地的这个记者公会 就有两个 也对林市长 你很友善 也要照顾一下 大家语录均沾 你执政的这两年 有很多的审查的案子 送到议会 就针对上次的 这个什么 葫芦头事件 还有建港130 这个部分 你的做法都 用这个欠钱 你用什么财团法 基隆士文化基金会 当这个什么 人头户 不足款 你就用什么 烟酒管理业务费 或者是什么 台电促协 促协金来支付 反正这个葫芦头 跟建港130 议会 反对删除预算 上市 你也是没你惊 以前还是国民党的市长 这样做 走下去 民进党的私事议员 马甲 臭头 真的是狗血领头 以前 你们也有一个民进党市长 李静勇市长 他也没有这样子 这样子做啊 历任的市长没有人这样子在挪用预算的啦 别人不敢做你都敢做 以前国民党这样做 走下去民进党罵得狗血领头啊 无难 现在呢 互航互道难看 市长我提供真心话 我们这些民进党同仁也都很好 林市长 当时你也没有 民进党同仁 议会同仁 人家派做人 不要让人派做人 人家也对你很好 真的 有时候真的还是要依法行政 你要像那种做法哦 明年我们的七土烟火节啊 我找我们这个 我们七土去这个你们贵党这个苏仁和 朱议员 何办啊 也是一样比照办 你 那不行啊 不可以嘛 你执政这两年来 将近两年时间啊 你许多的活动啊 当市府啊 为依法行政啊 你游走这个法律红线 遭到市议会的质疑啊 可是啊 你说 你的整个解释这论委好像 好像有碍市政发展啊 在对抗你们 对抗市长 你的执政 你自己 你的执政的整个态度啊 都是我行我素 毫无章法 抹市公务人员的一个行政程序法 执政态度啊 屡踩这个法律红线 也没你怕 反正啊 违反预算法 有这些局处长啊 民事长 这都你自己的人啊 他们给你散后啊 还有民进党这些同仁 帮你护航啊 还有这个什么 天下杂志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民调的这个支持啊 啊 省纪事也没你纠正 现在中央又是民进党 完全执政 品质也是在挂保证 不能说 只要你洗穿 没有什么 只要你喜欢了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跟本席都是这个 民选出来的公职人员 你是市府的市长 你做任何的一个 政务啊 都是要依法行政 依法邮据 跟我市议员是不一样的 我也当然我也是要照着法令 我们也是不能犯法 但是你身为基隆市的市长啊 做任何的一个政务啊 都是要依法行政 不能用这种 偷取巧的 用这个 用这种 踩这个法律红线的 这种处理态度 本席是认为 希望啊 未来的两年啊 把你之前的这个 有犯的这些瑕疵啊 希望你能够修正 不要说我们这个 我们的小英总统的这个谦卑 谦卑再谦卑啊 这句话 这句话 只是一个口号 是要实物的谦卑 谦卑再谦卑 不要像上次 我第三次大会在讲说 傲慢 傲慢 再傲慢 的一个执政态度 基要我们什么东西 都依法行政 照着我们的这个法令啊 在走 就不用怕哦 我们这个啊 检调单位会来查 夜路哦 走多了 也是要堵就跪了 以上是本席 今天的总资讯哦 我留点时间给我们的庄议员 谢谢 杨议员哦 很用心啦 这个 基隆市民的生活品质 我再记得说 十一住行 娱乐 尤其是交通 虽然 据运到目前 我都看到曙光 但是他感觉 虽然开始发现 有一个过程的看法 担了一条线 因为 其实捷印才能接纸 这些联合开发基金 是最重要的 因为台北市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因为联合开发基金 有这样的现金的益助 所以他要走一条线 较有机会 所以你捷印的部分 我也是希望市政府 多琢磨一点 包括杨议员建议的这个路线 可以给它吸收 参加方法 共同来发展 结印的地方的阶段 基础就是说 转印站 市政府说出动 目前没有那些条件 但是没有那些条件 我们这要准备 因为 以未来的条件很好 跟安隆 我刚才才去说的 安隆 被动 交通失业佣金 这一条同样 因为我们的发车点 如果越多 没有那些条件 没有那些条件 一定要我来这些 你 台湾链这一条 那个交通失业佣金 这一条 如果能够做安隆区的 城市转印站 它分流 走到那些条件的部分 台湾链就直接有八道交易 就起来 美国社会这一条同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些 我是建议 交通的很重要 基础 说到早上 厂华族 我们要办一个 产业博览会 我们基础的条件 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产业 有得拿过一页的 整间 你要办这个博览会 是为了办博览会来办 还是真的 本身有这个产业 说我有 整个基础有 当有部分 有一页以上 还是办这个博览会 叫所有全国 的国管区来这些参目 来办这一块 参考处长你报告 好 议长还有各位议员 大家 谢谢议员的吹询 当然这个是一个整个事务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那因为市长上任这两年实际上在整个基隆市这边有做了很多一些努力 那也做了一些土地的盘点 那当然这个土地的盘点 大概今年年底大概就可以盘点出来 那后续的整个发展的脉络呢 大概就是要去结合整个包括南港 那边延伸过来的整个产业链把它做连结 所以原则上大概未来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重心 会放在河谷浪带 这个这个是我们一个产业的重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原本基隆市 本来早期很发达的相关的行业 我们希望在基隆能够在风华再现 那包括油艇 包括因为基隆未来是邮轮 是一个等于一个母港 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产业能够在基隆这附近 能够让它再繁荣起来 那相对的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办了这一次那个产业博团会 能够看到我们市民 就是说想希望的未来 我们基隆港的面貌 所以我们就是会大概几半两天半 大概议计大概三天 那我们能够把环船 包括游艇包括游轮 能够引进在基隆内港的部分 把其他的先进空 然后让它是属于未来 我们市民所希望的 基隆展现出来的风貌 那相对的 其实人潮就是前潮 那如果说包括外縣市 或甚至国际友人 或是说搭游轮来的一些相关旅客 到基隆 然后我们有买的地方 有玩的地方 那也可以看见 基隆 未来大概有整个一些文化股西 可以去参访 那这样的话 基隆慢慢的 因为基隆还是以商业为主 那工业的部分的话 当然现在目前大概只有两个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去 开过工业区 那这部分因为大概有一些限天条件 我们现在尽量来创造 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这样的话 也让其他县市 或者说国际友人 那他们到基隆来以后 也发现 我们正在努力 能够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投资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要展现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未来 在今年的 在明年的那个展列博然会里面 也会放一个叫做 城市的一个愿景馆 就是包括我们未来基隆 要展现的面貌 能够透过影像或是模型的模式 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因为基隆落后已经很多年了 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愿景 能够把 让所有来参观的人 或是说市民 能够对未来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理想 我们大概是 意计明年大概做这样一个努力 以上简要的跟方议员报告 主任你简要 那你也是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刚才要跟你公调 说这个博然会 如果我们本身没有条件 但这个博然会 不管三天五天 都是放炮 办事就没法导致 流到任何的产值 很可笑 因为我们本身的条件不强 你刚才也有说 邮轮 到九月六七万多 都禁回家 今年已算八十万人 有几人港 露准 问题 到目前我们有流到什么东西 我们自己要训练 准备 我们基礎 港庭都可以 让他们发展的地方 台北港 十年来 地地地地 自由贸易港区 的规划到这久 每一年 差不多 这个货贵 准备量差不多一百四十万 我们基礎的邮轮 母港 到这一刻 要不成熟 市長很用心 在微笑港湾 提早 一直在绕 问题 你没办法 让你看到东西 所以 上星期 基礎 台北 新北市 台北旅展 市長也有跟他们伸的 市長座座位 信誓 但我们基礎 也是要反駁 人 可以吸收到这里 我刚才说 我们这个区块 都没怎么吸收到 这两天 有一种很好的机会 政务委员 张锦森 要把 你的国民 旅游卡 一万六千块 用笔一半 八千块 将近要四十万元 的金額 配合 我们的观光区 和我们的旅游团 能够来做消费 趁着这种讯息 你怎么能够吸收啊 不过你像我刚才说的 邮轮的母港 和这些都没办法 市長 乘头做好 吉郎港要做好 不知道遥遥无期 你要靠吉郎港是什么困难 再来吉郎港 已经舊胸 日本的 这个观光集团 要来把我们东海一街 设立 国富站 餐厅 咖啡厅 人家是有的 伙子一直在走 你刚才说 我们都是一支嘴 我一直在说 我现在希望是母港 那种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博览会 有办法 達成什么效果 我的意识是 三天 流来说滚山 什么都没有 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你们的福利 再来我们隔壁有先天的条件 八千户 八千户 一个八千户 可能社会有可能 有八万十倍的倍数 因为他一个要来 他参加观光团 但是他不是自己去 不一定参加消都去 社会是一倍 一百倍也有可能 政务员他也看说 四十的有可能 大家有两百倍 人都有那种 我可以说去看 但是我们的基礎工程 都没做 所以像这种 你说要招商 我们的条件在哪里 我刚才说的 人家居然有 人家一半一半的 体积 你说等一下 四百平 那些当初 你照相的时候 我也很清楚 不过居然的朋友 去居然的朋友 我走走 他怕什么 他太了解基礎工程 会进步 你照相这些是 生的人 是看他 现成的 有福利 他才要进驻 但是 这日本的集团 为什么 他在台湾 他跟北中人 港口都要投入 他看好台湾的美丽 看好台湾的完结 但是我们基礎工程 这堆 为什么要好好去吸收 事情我刚才说的 像这些国民旅游卡 这些国民旅游卡 这些好 会福利 尤其是我们北北之 的这个旅游展 他还指定 要有参加 管工的指定的条件 表示 这个路线 跟这个 这个产值 很大的 那些基隆 有什么 机会 跟它吸收到这个管工站 市長 我刚才说 国民旅游卡 如果是一半四十月 可以增加到两百月 我们基隆 我心理上 能够拿到多少 东西 中国的 这个北北 这个环境 不能都 纯路来 都去台北 去新北市 去台北市 基隆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对国民旅游卡 这些也很有信心 他看到这个 媒体的布团 的法部 张景森 政务委员 竟然有这样做 他也说 和销没有问题 竟然和销没有问题 表示这个行业 就可以做 这个钱 就可以去谈 市長 我想说 对这种的基礎工程 我们有什么 心理准备 来谈到这条钱 谢谢 谢谢 专议员的指教 国民旅游卡的部分 据我的了解 应该是这样子 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规范 第一个是 相关的一个商家 必须取得 那个 国民旅游卡的 那一个 应该是那个标章 那消 持国民旅游卡 在这些 取得标章的商店 才可以进行 所谓的一个消费 我想这个答案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当然是 如果有越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游客 来到基隆 这当然是会对我们 如果使用这个 国民旅游卡 当然是会对我们有帮助 不过 我印象 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 国民旅游卡 一开始是限定 只能在 当地来做消费 那后来很多的公园反弹 所以后来改成 应该是后来改成 好像是异地消费 先异地 先异地 那后来 我记得基隆这边 好像是 后来是北北 就是说不只是在基隆 好像到台北到新北 好像也可以做消费 那我想比较重要的 还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如果这部分 如果有商家他们 有希望加入变成是 这个国民旅游卡 这个商店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 请采发出来做辅导 那另外就是 我们还是要加强 我们本身 城市的观光旅游的一个魅力 让更多的游客来 那我想这一部分 会比较有实际的一个效益 谢谢 我为什么对官方 这个国民旅游卡 非常有兴趣 以前的形象 曾经呐 翁理事长跟我说 当初有国民旅游卡 异地消费的时候 台北新北市所有的公民 几乎 都一半在几个人消费 因为太近 因为那些异地嘛 所以就来这 刷卡消费 那现在还有基隆 一定要有旅游团体 跟官方旅游 订定的套商行程 我们交理处理应该 这个套商行程 应该它唱到 怎样 我刚才说的 新北市卡的重金 因为你一半 他一半一定要消费掉他 再一半 他自己才要注定 要去用 所以如果我们 如果有套商行程 跟官方旅游 他拿那个地方好 这样我相信 这一半的消费 我们基隆市是最优先 第一个先天的条件 所以在这里 我是建议说 这么大的招 再来 我们基隆在母港 今年慢慢来 不然就看到 将近80万元 尤其留在基隆 消费多少 可惜有所在 放他去 慢慢发展 但是 可以拿到的东西 应该要 跟官方旅游 他们的条件 在哪里 我们可以拿到 他们的条件 跟他说 我基隆有好多 其实这么近的所在 8千元 你说要去走 他走不去 真的大大房间 就消费了 所以 尊重这种 尤其是 公车会 城市 市長 也可以让公车会 去看路 去看到东西 因为交易处的 生亡也是 我现在说 还多一天 给他做 公车会 每一天 区块 快去 把官方旅 搭配 这个 现成的 最快的 最优劣的 公车会 来发力 所以尊重这种 好的东西 市政府 应该 在这个资讯上 接到后 要很快 去推动 我们基隆市 真的 在地的行李 越来越买做 官公室 又贪不到 所以 本社是建议 公车会 有这个 方向 我相信 他一定很高兴 所以在这里 建议 本总统今天 所谓的 建议 希望 国团委 可以认同 让基隆市的 生亡平静 提高 能见度 看到基隆 越来越好 放下 好 谢谢 我们清明党的联合市政总执行 时间到 我们休息下午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 好 我们休息 再加上 休息 你们 便 表面 稳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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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